北京孩子童年都玩什么 你们还记得多少啊 现代的孩子都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 玩电脑看手机 出门都是大滴滴 你们小时候都玩什么 拍羊花玻璃球 骑马打仗 跳鼻劲 上山啊 能摘三脑找趟热 下河岸能摸鸡鱼扎蛤蟆 就盼着放逐价 那会儿能天天长在石顶山游乐园里 把我上小学开始 石顶山游乐园就是我们的根据地 原来家里不能满足我每天花钱买票进来 我就想着招着进来 一玩就是一天 那会儿最大的愿望就是 我长大了以后 我想玩那个项目就玩那个项目 一块儿三二六年了 我们长大了 石顶山游乐园还是那么年轻 最近我也得到消息 为了庆祝国庆节 也正赶上石顶山游乐园建员36周年 十一期间也圆一次北京孩子的梦 从9月30号到10月7号期间 推出了游乐设施全场半价的游乐园 像什么大摆锤呀 过山车呀 激流涌进呀 旋转木马 这都是当年我上去就不爱下来的项目 这里国潮大秀的精彩表演 和国风穿越式的花车巡游 仿佛让您置身于千年之外的汉塘盛世 石顶山游乐园里的夜晚表演也非常丰富 火龙钢花炫美磅礴之势 是由五龙者在1500度的铁锤流星下舞动穿梭 这回石顶山游乐园可是史无前列的聚会 真的就是让我们这样北京的孩子 找回了失去的童年